泰国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 24号晚因病去世 享年100岁 泰国政府宣布从25号开始将半期哀悼三天 并举行为期15天的一系列哀悼活动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朱拉医院 当地时间24日晚上7点30分 泰国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 享年100岁 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 是泰国曼谷皇朝的第19任僧王 1913年出生于泰国北壁府平民家庭 14岁出家 曾修完本国僧人教育最高一级的佛学课程 通达巴、泰、凡、中、英、德等多种文字 1989年被任命为僧王 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 被授予过哲学名誉博士和语言学名誉博士学位 2002年2月 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因病入院 开始了11年的住院治疗 本月24号 曼谷朱拉龙公医院发布 当天19时30分 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因血液感染过世 而本月3号 他刚刚庆祝了百岁生日 泰国政府于25号宣布 政府机构将半期三天 全国开始15天的哀悼期 而他的继任者将由普密鹏国王任命 据泰国公务处报道 普密鹏国王对僧王过世感到深切悲痛 25号正午12时 僧王宋德帕耶纳桑文的遗体 被送运至布翁尼维斯 大批信徒在医院守候 送别僧王最后一程 当时进入联盟 我感觉到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没有继续 我认为没有继续 我认为没有继续 所有人都没有继续 但是在台湾人身上 我认为 他没有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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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能够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